這裏是St.Mamish 在Washington 華盛頓州 這個房子有三層樓 算是大的 那現在呢也是在做屋頂 那這個屋頂呢 是 台灣是瓦片 然後這個像是一個 水泥吧 水泥瓦 很重 每一個都很重 那 可是這個房子建的 比較特殊一點 連上面要爬上去都有點難 那當然沒關係 都要想辦法 那也要清理一樣 要清理屋頂 還有第二層的屋頂 那每一個都有排水道 用現在用高壓水柱再清理屋頂 那上面的 的那個排水管子已經清理了 因為常常有這些 飛過來的這些樹木葉子啊 都會堵塞在那個 在那個 Gutter 就是排水的 屋頂排水的系統 那有把屋頂都刷一刷清一清 那個肉也正在做 那 這個以前呢 它因為太高了 這個有時候蜂窩會長在上面 那 反正房子照顧很多問題 那院子呢 是蠻大的 前面還有一個湖 這邊可能看不到 就是樹的後面有一個湖 這算是市地 不能蓋房子 它就圍起來 那可是也要整理啊 那整理院子 費用也是很貴 割個草就要五百塊 整理院子 所以什麼事情 也都是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那這裡的房子蠻不錯的 聽說這是一個 濃穴 這邊進去呢 是一個峽谷 然後這裡是 穴總是有 左抱右抱 然後 所以說這是一個好地方 那邊樹的後面就是 它的左手 那這邊是右手 這個房子可能有六千平方尺吧 房子出租是一個一個房間出租 裡面有八個房間 裡面還是蠻大的 我們現在是正要繞過一圈 那後面蓋一個一個小木屋 現在有一點問題 那這房子有四個車庫 兩個車庫在上面 兩個車庫在樓下 那你看 這個屋啊 上面都長了很多的青苔 那這青苔等一下也要用 用那個 高壓水柱來清理 那 本來呢 這裡 這個孔呢 都是一種氣體的排孔 就是說 你乾衣機啊 那 它在上面 然後把 上面整個牆壁弄得髒髒的 現在把它改道 改成下面來 所以說 只有一點點 的那個 風吹出來 帶出來的 的 那個 塵埃吧 或是那個 那個 戲 這個門開 關著 好 所以這個田園 每次 來就算是度假吧 這個草都要割 很麻煩 那你想要再多種一些 有花 現在都是綠色的 綠色 有些房客也會 我會種 有興趣就會種 那 旁邊的 這馬路啊 很 很熱鬧 每天車龍 車水馬龍的 因為 這個山跟那個湖 中間只這條路 當然 山的後面也有一條 那可是這一 我們這一條比較近 所以 就大家都 都往這一條走 那這個湖 滿不錯的 那湖的 旁邊這個馬路的 後面呢 就是一條 腳叉車道 那 也有一些 國家的 做的游泳 游泳的地方 就在湖邊 設個游泳的地方 只是沒有救生員而已 所以這個 這不錯 騎腳踏車 散步都是好地方 對吧 那 反正在美國做包租工 就是這麼麻煩 也不是麻煩 就是總是要想辦法 解決 讓人家居住 方便 那 所以一個禮拜都來 一兩天 修修東西 哥哥巢 帶人來 那 順便 嘟嘟叫 好啦 就這樣子 掰掰 掰掰